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一个混血的犹太人 她的爸爸是一个很成功的银行家 妈妈只是一位钢琴家 因为她们的家庭环境很好 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大的培养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 Haley成了一位气质出众的女孩 爸爸很疼爱这位女儿 有时候带着她出门的时候 也会跟她解释很多事情 这个背后运作的原理 例如他们看到车子的时候 爸爸就跟她说 其实汽车的引擎是怎么运作的 Haley Lamar因为她的外貌实在是太出众了 她对演艺事业也非常的有兴趣 于是在她长大之后就开始尝试着演戏 到了她17岁的时候 被邀请出演了一部电影 让她瞬间成为了最多人讨论的明星 在这部电影里面 Haley饰演的是一位嫁给年老的模仿老板 但是后来却发现 这位老板无法跟她成为真正的夫妻 不敢于自己的人生从此就了无声趣 Haley她顺从着自己的感受 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个现代女性忠于自我的角色 放在今天也许是被接受 而且是会被鼓励的 不过在90年前 保守的氛围之下 却是一个太过大胆的突破 这部电影让Haley声名大噪 但是正也是因为当时 这是第一个由女性全落入境的画面 所以这部电影同时也让她的名誉扫地 可以说是会遇参版 不过也正因为这部电影 让一位奥地利的军火商认识了Haley Lamar 并且对她提起了激烈的追求取她为妻 这是Haley的第一段婚姻 而因为军火行业的关系 Haley的先生常常邀请商业上往来的朋友来家里聚餐 Haley尤其很喜欢参与 一些工程师之间对科技、鱼雷、无线电、武器等等的讨论 不过这位军火商也因为传出了当时 与希特勒以及莫索里尼有接触 导致后来Haley一直被怀疑是不是纳粹的间谍 Haley的第一次婚姻并没有持续的太久 这个十分富有军火商 只想要Haley当个花瓶 有客人来的时候办party让她享受当女主人的尊容 但是其他的时间就把她关在家里 甚至于不让她出门 更不要说是接触回到她的演艺事业了 生性活泼 喜欢探索世界的Haley当然无法接受啊 所以后来就在一次家里办party的机会 假扮成女仆逃走了 辗转逃到英国的Haley呢 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很有名的制片公司 米高梅制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可能有人会在电视或电影的开头看到 有只狮子大吼的片头 对啦 那就是米高梅咯 虽然现在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不过啊 在当时候可是最厉害的制片公司哦 自从跟米高梅签约之后 Haley的演艺事业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当时其实每一个跟米高梅签约的艺人啊 都很辛苦 日夜拍片夜夜拍片 不过即使如此 Haley Lamar每天在片场拍摄了一整天之后 回到家中 他仍然是很兴致高昂的做一些研究跟发明 而后呢 Haley又认识了一位飞机的设计师 Howard Hughes 在那个年代啊 飞机的翅膀呢是比较像长方形宽宽的这样子 当时呢 这位飞机设计师一心一意的想要改良飞机 想要制造出一艘呢 全世界飞得最快的飞机 于是Haley呢 他就去买了鱼类跟鸟类的书籍 他很好奇 为什么鸟在空中可以飞得这么快呢 而鱼又可以如此自在快速的在水里遨游呢 最后Haley Lamar综合了鸟跟鱼的尾巴形状 画出了类似今天的比较尖型的飞机翅膀 他把这个设计图呢 献给了Howard Hughes Howard Hughes称赞他 实在是奇才呀 Haley真的很喜欢发明哦 他还发明了一种可乐方糖 就是把可乐浓缩成一个很小块的正方形的方糖形状 这样子当想要喝的时候 只要加上水稀释 就可以变成一整杯可乐咯 他把体积跟重量缩到最小方便携带 在当时候世界大战的期间啊 很多后辈的资源都难以补充到前线 这样子的发明其实是非常好的发明哦 我想Haley Lamar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异类吧 怎么会有一位如此漂亮的好莱坞女明星 在家里不想办法维持身材或美貌 而是一只狂发明呢 不过也许直到六七十年后的今天 即使女性已经在许多的科技和发明中展露头角 她博士班毕业照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不相信 觉得她应该是做假人设吧 觉得好像这么漂亮的女孩不可能很聪明 不可能是博士更不可能是数学博士 嗯 你觉得呢 我想网友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反应呢 也许说明了一点就是 还是有很多的人会把外表跟脑袋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个太过明显的划分吧 时间来到了1940年 当时候呢 有一艘在满着满满的犹太裔小孩的船 被德国的纳粹鱼雷给击中 这个事件啊 让身为犹太裔的黑帝再也认不住了 他决定他一定得出来做点什么 当时候纳粹德国的鱼雷 时常准确的攻击到联军的船舰 联军每次想要反击 可是都会被德国的无线电通讯拦截讯号 黑底跟他的钢琴家朋友 George Antaia 两个人呢 就一起想出了一个 如何不轻易的被拦截到讯号的方式 那就是跳频技术 Frequency Hopping 简单的来说 一段讯号在无线电的特定频率里面 传递的时候 因为讯号比较长嘛 就很容易的被发现跟拦截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讯号切成几段 并且让他们个别通过不同的频率去做传输 到了最后再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是不是就不容易被拦截了呢 他们两人把这个研究申请了专利 这项跳频技术到后来就成为了今天的WiFi 以及蓝牙Bluetooth的发明基础 当时候的Haley Lamar跟他的钢琴家朋友 甚至于还把这个专利免费的提供给美国的海军哦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都有提到 Haley第一段婚姻的先生是支持纳粹的 所以美国的海军呢 他们一直不相信Haley 觉得他一定是间谍 不但不采用他所提供的技术 甚至于还把这项专利给没收了 直到1969年之后 美国的军队才又重新开启了这项研究 当然后来在科学的领域上面 也有人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Haley呢 他没有受过科学严谨的训练 而且呢 他所有的相关知识背景 都是从跟别人交流听来的 所以这项技术到底他发明的真实性 以及他发明的程度 使用程度到底是在哪里呢 就会有一些人提出质疑 不过Lara觉得啊 无论事实是怎么样 Haley Lamar对我来说 她都是一个非常inspiring的例子 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是一个某种领域的专家 你才能够做一些事情 Lara一直很崇尚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全人概念 达文西她是科学家 发明家 艺术家 同时她也是一位美食家 而Haley Lamar一直以来呢 都保有她对发明的热忱 对人道的关怀 而且她也很忠于自我 知道她自己要什么 会想办法的去达成 除了在发明上 Haley Lamar有自己的想法之外 回到了演艺事业上 她也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哦 因为她跟她的第二任先生 也就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纠纷 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后来她决定自己出来开公司 自己担任制片 在当时候也是一大创举 第一次有好莱坞的女明星自立门户 不过很可惜的 这项勇敢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她后来投资的三部片呢 结果也都不是非常的好 接下来的数十年啊 Haley Lamar因为她私人生活的不稳定 过度使用药物以及沉迷于整形 让她开始出现一些行为脱续 而后在她儿子发生了一场车祸 也成了她生命当中很大的关键 中晚年后 Haley的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直到她将近80岁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 当年被封城的跳瓶技术 原来是这位晚景凄凉的 好莱坞女明星所发明的 今天周三女孩日的介绍呢 比平常更久也更详细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Haley Lamar呢 她生活的年代与我们比较相近 所以我能够找到的资料呢 也比较多 而更重要的是 她跳动的人生 让Lara觉得是非常的特别 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让更多的人认识Haley Lamar 并且能够改变我们对于 美貌与智慧的刻板印象 也许Haley Lamar 晚生个一百年 她会活得更自在 也不一定哦 我们不能够决定 自己生存的年代跟环境 但是我们能够决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Haley Lamar说 对未来的希望与好奇 似乎比保证更好 我就是如此 未知 总是对我如此的有吸引力 现在依旧如此 这就是今天的周三女孩日 Haley Lamar 你喜欢她的故事吗 还是你想要听谁的故事呢 欢迎到Lara的粉专 Lara的多语绘本世界 英课日德 留言给我 或是你也可以在 IG Podcast搜寻 五岁都要懂的国际观 我是Lara 我们下次空中见 See you Bye